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可以舒緩喉嚨發炎 雙風感冒的竹謝吉餅魚腥草茶 大家馬上看看有什麼材料和做法 我回去自己切 十字砍而已 對 十字砍 因為我回去散乾淨 因為砍了我又不想洗 我刨完呢 我試一條 好 表演 你躲在刨你讓我看得到 這裡這麼刨呢 我刨完一塊切給你看 那些皮不要有了嗎 不是 你不要就可以 根本你出味很多 那你回去又是試 那你回去洗的時候 起碼不會洗到出味 用木機打了一片片 竹謝你也打了一片片 竹謝也打了一片片 我還打算十字砍已經夠了 現在個個都刨了一片片 是嗎 好 好 但是要洗乾淨 洗乾淨 洗乾淨就可以了 這麼乾淨的 所以你不用浸了 好 好 好 這樣更出味 不會洗乾淨的甜味 就這樣快點 快點 最重要是 黑一點水 好好好 其實這樣煮 煮一個半小時 好 都要一個半小時 對 打算一個小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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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又問我在哪裏 這麼好的局務 對 對 這裏又出味 大家認住這個 牛腿 對 我平時十字砍而已 這裏就是我們今天五樣材料 很好 剛才的姐姐幫我處理了竹蔗 我待會煮這些茶的時候 就更加甜更加容易出味 我現在就很簡單很快地沖一沖水 就可以煮這些竹蔗 千萬不要浸去 不要洗太久 否則甜味就沒有了 這個魚腥草 我要劈一絲絲 不然那一口茶就變得很多這些一絲絲浮出來 我不想 所以我浪費時間一點 我就刮完那些絲 你可以用手去洗 好像我現在鏡頭的畫面 這樣拉一下 或者有些真的洗不到 用手就用刀刮一刮 魚腥草有什麼用呢 魚腥草有很好的消炎作用 它對傷風感冒、咳嗽、喉嚨發炎都很有幫助 對濕疹皮膚炎都很有幫助 因為它有很好的消炎作用 還可以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其實不用像我這樣一條一條刮刮 現在清洗了毛花果 這次我放4顆毛花果 毛花果有什麼用呢 經常煲湯煲茶都會放到毛花果 毛花果有潤肺止咳 清熱潤腸 喉嚨痛、便秘、痔瘡都很有幫助 現在清洗青腩 洗完後切開一半便可以 青腩的功效 新增止渴 都是幫助喉嚨痛和解酒毒 青腩對喉嚨很舒服 吃了青腩 涼果、飛機腩等都是用青腩做的 最後洗一下吉餅 吉餅有什麼功效呢 就是潤肺止咳 有豐富的維生素絲和檸檬酸 有時候中國農曆新年 連合都會看到有些吉餅 有些人會放些吉餅、糖蓮子 有些人會放到糖尾 吉餅製作過程 就是把吉仔去核後 用糖醃去兩天放冰糖 煮到透明 放入焗爐 小火焗兩個小時 然後灑上糖粉就可以了 我們將濕溫水煮沸 沸開後蓋蓋轉小火 煮一個半小時 即是90分鐘 90分鐘後不要開蓋 90分鐘後關火 多焗30分鐘 讓它慢慢在裡面的味道繼續滲出來 焗30分鐘後就可以喝了 這個茶是很好味的 我自己喝過都很喜歡 還有我兩個小朋友喝完 喝完一杯 他說要多喝一杯 是很好味的 絕對是沒有魚腥草的腥味 有些朋友說很腥 其實用我這個方法是很好喝 還有很有消炎的作用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祝借吉餅魚腥草叉 如果喜歡看我的食譜分享的朋友 歡迎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下次見 Thank you Bye Bye